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是人类 包括畜生 魔鬼 地狱 统统都在内 齐心动念 一举一动 都有天地神明检查 现代人 把这一桩事情看作迷信 完全置之不理 而还有一些人 有一种错误的说法 说这些事情信则有 不信则无 这些观念 言论都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明 无论你是相信或者是不相信 事实决定存在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懂 古时候人 尤其是杜树人 杜树明理 对于古圣先贤的教会 都能够深信不已 佛法的教会更是高明 佛菩萨教导 不但我们叫我们要相信 还叫我们证明 所谓是性节行政 佛让我们证实这个道理 证实这些事实真相 这叫正果 这种教学的方法 确实是和勤 和离 和法 是一个真实 究竟 圆满的教学 而佛家将六道轮回 这些理论 细说 十二音乐 六说了 后夜苦 迷惑 造一夜 守暴 六道里面众生 永远是这个力量 在支配 永远是这个力量 这个业力 在主宰轮回 那我们要想脱离六道轮回 唯一的方法 不造一 不迷惑 不迷惑才不造一 所以破迷开悟 这就非常重要 为什么造一 迷 迷是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 不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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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什加讲 这个祸 包括 志向 相识向 这个志不是智慧 这个志是分别 佛法里面常讲的 是之变从 不是真实智慧 真实智慧 是从界定里面生的 所以我们晓得 心不清净 心不定 就没有智慧 世今 有许多 高等的知识分子 科学家 哲学家 宗教家 他们比一般人 智慧高出很多倍 在佛法里面说 他们有没有智慧呢 没有 他们的智慧 是世之变从 不是真智慧 佛法将智慧的标准 是清净性 清净性的标准 是要立 尽私烦恼 尽私烦恼没有断 你的心就不清净 断了尽私烦恼 佛承认 你智慧开了 小智慧 不是大智慧 在无上正等正觉 你算是真正觉 正觉是什么地位呢 阿罗汉 阿罗汉 辟知福 这经上常讲啊 你得漏尽通了 什么叫漏尽通呢 漏是见思烦恼 见思烦恼断经 你得漏尽通了 这个时候才是正觉 如果不是这种状况 那个觉就不正 佛法里面讲 邪知邪见 邪知邪见 不是侮辱人的 不是侵蚀人的 而是说明这个四十真相 邪在哪里呢 你有我直 在金刚经上讲 你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这相 你有妄想分别之处 你的知见就不正了 这个道理 不能不知道 知道了 自己就晓得 自己现前是什么身份 自己现前 在整个佛法修学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是站在什么地位 你才会精进 你才会发愤 如果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位 以为自己很高 经论上常讲 得少为足 得了小小一点清安 小小一点聪明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把你的道业障碍住了 你这一生没有成就的指望 所以佛法的修学最重要是结门 结了之后 行功夫才得力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很努力认真修行的 为什么 一生功夫都不得了 到老死的时候 糊里糊涂的死去 我们看得太多了 听得更多了 应当要有警觉 那么也有一些 一生从来没听过经 不认识字 什么都不会的 他学会一句阿弥陀佛 他念到最后 也能站着往生 坐着往生 这是什么会说 告诉你 那种人有正知智 他什么 他信心亲近 金刚金刚说得好 信心亲近 自身实相 从前 李老师常讲 这种人是愚人 愚不可及 他那种愚笨 我们比不上他了 为什么呢 他头脑里的亲近 没有胡思乱想 他一切万元 争放下了 他无需要再念经 无需要再学东西了 一句佛号 他就能成无上道 谁能比得上他 事法佛法都讲求 上根 上至与下与不已 这年中人最好多 一个是上上根人 一个是下下根人 上上根人有智慧 心亲近 一说就通达 一说就通达 就明了 下下根人 虽然愚痴 他没有妄想 他人老实 教他什么 他一句话说到底 这两种人 这两种人 只要遇到佛法 绝对你成就 最难的是 当中这一节 是半吊子 上不上下不下 自以为聪明 自以为师 自己跟自己做障碍 就犯下了大错 祝佛菩萨 教化众生 就是以这个部分 为对象 这部分是最难教的 地藏经上讲 刚强难化了 世尊对这个上上根 跟这个下狱之人 讲经说法 几个小时就结局了 哪里要讲四十九年呢 四十九年 苦苦婆心呢 是度我们这些人的 中等更新 是最麻烦的事情 很不容易得度啊 自以为聪明 自以为有智慧 哪里小的 真是迷惑啊 迷惑就造业了 实在讲 佛祖 实现最好的榜样 我们没有看出来 没觉悟啊 我常常在讲习当中 跟大家 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学佛 要学释迦牟尼佛 他的生活 他的言行 就是我们的榜样 释迦牟尼佛一生 没有见到场 释迦牟尼佛一生 过着拓帽的生活 明文立扬 五语六成 学得干干净净 一丝毫不沾染呢 这个心才能够清净 他做出样子 给我们看 万云放下 我们要修佛 要从这些地方学 世尊去我们的年代太久了 将近三千年 英光大师是近代人 清朝末年时候人 他老人家的世心 那换句话说 是我们近代人的好榜样 我们要懂得 近代出家人犯些什么毛病 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反省 认真去思维 为什么英光大师一生 不收出家徒弟 我们看看 现代这些代的是出家人 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 受徒弟之泪言 他给我们做了不起的视线 他给我们做了不起的视线 一生不做住持 不传戒 不传戒是不被因果 传戒容易 持戒难 他们有时候犯罪 等一重罪 如果受了戒再犯罪 双重罪 怎么能忍心 再给他把罪加重呢 我们在这个几十年当中 海内海外各个地方 我们看到许许多多道场 老皇上还没死 徒弟就真妙产了 勾心斗酒 老皇上病重了 没有人照顾 忙着增财产 这种罪业多重 印足清楚 印足明了 事先榜样给我们看 一生只收学生 不收徒弟 有大道理在 我学佛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出家 做居士的时候 李宾老就叫我学印光法师 我一生 确实 寻着大师的 典型 去学习 我这一生 没见大场 也没有受 途中 你们物资被出家的 你们自己都晓得 韩馆长受的 你们的发明 韩馆长起的 只有一个例外 武道 他一个例外 他是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出家的 凡是在图书馆出家的 都是馆长起读的 馆长走了之后 图书馆有了变故 当然 你们跟我们这么多年 在一块同修 我有义务照顾大家 但是我奉献你们 包括大陆来的这些同学们 我真诚地劝告大家 学印光法师 决定正确 决定有成就 我修学那个时代 非常艰苦 出家之后 所有的道场 寺院都不收容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我坚持要学教 而一般寺院道场 坚持的是要做金餐佛寺 我坚持不肯干 那不肯干只有我走路 总不能让他们走路 所以我就被逼着 走投无路 这遇到韩馆长帮助我 成就我三十年 讲台 我一生感激他 那也是佛菩萨来互发的 他帮助我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一生感恩 韩馆长确实 真护发了 今年 他老人家往生两周年 我们做两周年 纪念佛寺 三十星年纪念佛寺的时候 有同修看到他 他带了几个比丘尼 坐在第一排 那是悟道在台上 坐三十星年 常常有人看到 念念佛寺 依旧护持这个道场 没有离开 图书馆同修 读到此地来了 当然他有责任 他有义务 他发心护持到底 我们在此地 每个人对他都感激 那么今天上午 本来是有一个半小时 讲话演绎 正好 武振从台北来 他的弟弟 最近念佛往生 瑞相非常稀有 我叫他给我做一个报告 详细说明 我讲进停止 就在讲堂里头录影 把这个录影带 向全世界流通 他的弟弟 只念佛六个月就往生 你听听看 人家是怎么念的 怎么修的 怎么成功的 这是现代人修学的好榜样 现代往生路里头 最殊胜的一章 值得所有念佛人 向他学习 他讲完之后 我会有个简短的讲评 会把这个袋子分送给大家 好 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